看舊山頂餐廳 很多人都知道這是一座歷史建築 樹立在太平山頂超過百年 外形很有童話小屋感 但你們知不知道 這裏原本是一個給傢夫休息的地方 今次就和大家說說 太平山餐廳的前世今生吧 Are you ready to go back in time? Let's go 話說在香港開埠初期 即是1840多年 不少西方人在歐洲來香港做生意 找機會 大家都知道 香港的天氣又濕又熱 連我們這些土生土長的都覺得不舒服 住慣歐洲的人又怎會慣呢 於是很多有錢的歐洲人都會搬上山頂住 看山頂叫風涼水冷 但山頂又山長水縣 除靠自己這雙腳之外 就只能靠傢夫抬人上山頂 於是在1882年 立法局議員五庭芳建議興建山頂纜車 連接維多利亞城和山頂 而舊山頂餐廳的地點 就是在1888年興建山頂纜車時 給英國工程師工作和休息的地方 這個休息棚起得挺簡陋 看相見是草棚類的建築 遇到大型的颱風也不知是否值得住 有了山頂纜車 不是不需要傢夫嗎? 為何還有地方讓傢夫休息呢? 其實我們現在經常說的所謂山頂 即是纜車總站、山頂廣場之類 嚴格來說並不是山頂 而是叫做維多利亞轄、Victoria Gap 或盧峰轄 由這裡上山頂不同的住宅 還有一大段路 這些路就要靠傢夫抬傢代步 所以在山頂纜車完工後 政府選擇了這個地方 建了一個可以抵禦颱風的堅固小屋 停放的傢俠和被傢夫休息 工程在1901年展開 1902年完成 分為兩個部份 有公共和私人的傢夫使用 這個休息室只有一層 是用了當時歐洲流行的藝術與工藝風格 Arts and Crafts style來設計 較為明顯的特色 包括石牆、拱形窗和邪屋頂 但到了三、四十年代 香港印入了汽車 傢俠就開始色味 而傢俠休息室是1947年開始 改為露天茶座和西餐廳 並且改名為山頂餐廳 在照片所見 休息室似乎曾改建或加建 由最初的一字形變為L形 原有的拱門和窗 加了木框玻璃門 在石屎地上加了木地板 亦加上煙通,加上尼巴和植物 像不像童話故事中的農村小屋呢? 跟很多歷史建築一樣 舊山頂餐廳也曾面對清拆危機 由於山頂越來越受旅客歡迎 70年代曾建議將餐廳清拆 騰出空間興建停車場 幸好最後沒有事 舊山頂餐廳亦在1981年 被評定為二級歷史建築 錄片記得很小時候 因為有親戚從外國來香港 所以曾與家人去過山頂餐廳 由於自小家貧,能夠到山頂餐廳是一件大事 那天吃了甚麼,路邊通通都忘記了 只記得那裏的泥湯非常好喝 後來人大了,去過山頂餐廳幾次 始終找不到當日那碗泥湯的味道 現在倒閉 其實那碗不過是落了很重手未蒸的湯水 有時候程義傑或童年回憶就是這樣 當年得到的未必是最好 但因為發生在童年,資源缺乏 但又有很多大人疼愛 所有事都變得很夢幻,很難忘 時至今日,舊山頂餐廳早已逆手多時 亦改名為太平山餐廳 不過內部的改動不大 算是一個與舊時代連結較好的地方 由於餐廳是香港少見的西式鄉村建築 加上極超的戶外環境 很多人都會舉行婚禮或戶外聚餐 香港並不是一個對舊建築友善的地方 我們今時今日還見到很多所謂歷史建築 其實都已拆到支離破碎 好像舊港督山頂別墅拆了,剩下一個鏡頭 舊尖沙咀火車站拆了,剩下一個中樓 甚至舊的山頂酒店消失了 只留待對面的巧夫休息室 如果不是有心回舊照片 很多美麗的歷史和市民都慢慢被淹沒 香港真正變成一片蒼白的地方 下次再和大家看看舊事舊物的全世金生 See you!